嗯 好 哦 有人向你提出位置申请 嗯 好 开个开机哈 那边那个 那个最带头的那边 带头的 带头的 最靠谱的 最靠谱的那个 最近我以前都干过这些点的 所以我以前都点了 嗯 嗯 开局都差不多吧 嗯 都是正常大厂 之后这个大飞大还是这个 扩张这边大 现在看扩张这个其实也蛮大的 嗯 或许扩张这个也蛮大的 这个我还在考虑是不是要扩张呢 嗯 你换上这个我都要考虑扩不扩张 你要是真的那么扩张 嗯 或许可以先让人走吧 因为左边这个X2暂时没有太大危险 嗯 这个脱退 脱退好坏难说 也将来如果跑出去之后 这个还可能有其他的手段 脱退黑解就厚实了 这挡下来做活了 这个下来挺厚实的 这还转换了 就是白鸡活了 黑鸡也就顺利出头了 然后围在这儿下的还是挺也是挺厚的 嗯 因为我不能走到哪里好 我觉得穿大了也没啥必要 也不一定围得住 觉得走这样也觉得不回 嗯 嗯 要不就不走也行吧 不走的话就怕你的公关 嗯 围一个还是蛮厚的 后来走这儿到我可能 未必好 可能不如爬一个整个先手走其他的了 是吧 你以为我会尝一个吧 我实际上看 你是以为我会尝一个 嗯 这落后手好像不太好了 是吧 嗯 当然也不是完全后手啊 就是白鸡还得走 嗯 但是外面 这个飞大还是上面那个那个飞大 就很难说了 哎 不是啊 你是不是认为我会尝一个呀 嗯 嗯 当时也没算太多 嗯 也许你是不是以为我会尝一个 嗯 当时没想太多 嗯 后来看这个白鸡靠的手段比较厉害 不是 不是 我说算的不是那个套 我算的是你断上来 就在这个 我让你算的是你断上来 嗯 断白鸡 如果 然后我打了钩 挡住 挡住 搬 嗯 这头正好可以平 沾上 湖底下也行吧 嗯 转时来撑住 那就压过去 整个压死了 嗯 啊 这白鸡算挺远的 两十之后可以撑得住 嗯 黑鸡也就是看看大概没有酸那么那么细 嗯 然后白鸡走这儿 走这儿呢 如果黑鸡围也围不了多少 在上面这儿如果被一飞黑鸡围不了多少了 所以黑鸡往中间走 所以黑鸡往中间走 这样白鸡长 这个如果搬的话有一定危险 嗯 是啊 嗯 嗯 这样刺在这儿 瞄着黑鸡弱的地方 黑鸡就打吃好坏 好坏不一定 不一定是好气 有可能是咱沾上好 这儿黑鸡其实反而没有手段 这儿 也不是没有手段 就没那么严厉了 是吧 嗯 嗯 就是这个6跟7俩子的话 好像反而没有更好 是吧 没有黑鸡更厚一些 就是黑鸡打吃应该没有必要 这一段白黑鸡还是有些把握的 是吧 嗯 嗯 我实际上其实这个断吃的吃应手 我看 我是想 如果你拐打的话 我就藏不出去 如果你打上面的话 我就把那个断点给捕了 我实际上没 我实际上没 我实际上只想吃应手 如果你打我就藏去做蛋 如果你要是打上面的话 那我再来留个吃 我就把那个断点给捕了 我是那么想的 嗯 但是断究竟好不好也难说 嗯 嗯 因为后边黑鸡招法上 也不知道走啥更好一些 但这个断 嗯 因为这个断黑鸡是可以不跟着走的 白鸡也不会去吃 暂时也没有时间去吃那两个子 所以这还是挺乱的吧 后来白鸡腾挪下的也不错吧 因为白鸡断完 那是根本没时间去吃两个 嗯 嗯 所以比较稳间的下 大概是赶紧逃跑比较稳一些 是吧 嗯 嗯 我是担心逃跑 将来鸡脚都进行了以后 我这个断 断不到了 吃不到你们两个了 我断这个 是为了你打上面 我在飞一个 木头就砸爆 将来就有机会吃掉你们两个 嗯 如果可以打这个 但这么是 其实也是有些损的呀 嗯 嗯 感觉这套戏很冒险吧 就是 嗯 但是黑鸡怎么下好 这当然也 嗯 一眼也看不出来 后来 这黑鸡怎么下 我也不知道怎么下好了 因为飞机自身也有保的地方 嗯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下好了 嗯 嗯 还往这边走 不知道会怎么样 反正还是蛮乱的吧 反正还是蛮乱的吧 实战下的 是白鸡没利用到还是黑鸡没利用到 实战白鸡这儿处理的已经非常好了吧 现在靠 把它画上去 我昂乱了咱乱了之后 蓋上去 竟就是更好 昂止 你去穿吧 比较划哨吧 但真正行不行 去脚 хотел吧 你可以去捱 实战这个利用已经很多了吧 在黑棋补一下的情况下 白鸡还能再坚定一下呢 白鸡已经充分发挥两个字的作用了 是啊 这是白鸡处理的已经非常好了 白鸡这一带能走成这样已经不能再好了 黑鸡几乎好像没啥收获吧 我的收获就是破了空了 我的脚还瘦了些嘴上 那最初是这样的 最后黑棋几乎也没味道啥呀 最初你这个花式包围 我看也不像能够围到太大的困难 你这个花式包围 但毕竟这毕竟不都是黑子吗 最后的结果黑鸡应该实地上也不比白鸡多呀 抛开这三个子的话 就右边这一圈来说 你把这哪块实地多呀 你指的是 把这逃出去的一块啊 那黑鸡有几模呢 我看你这一圈来说 咱们说不算这三个了吗 这三个之前就围住了吗 就是黑器这么多子 最后也没有比白器多几目棋 那你的意思是 我这个清销成功 是已经非常不错了 尤其是后来中间这吧 这一顶一靠这几下 一飞 还能再好吗 之后拖实际看起来也不错哈 拖等于先手把这个 总比被黑器小剪刀好一点好像 我是怕你说一个 白器脱会被吃的呀 我说我是怕你说一个我怕的是 这不被吃了吗 拖的话 这个爬还是蛮大的 木刷比拆一大点 拆一对外边好一些 冲过来比较厚的一招 本身木水不小 用上这个跳是刚才这一串交换之后 可以一个比较大的收获 黑棋走这儿可能没啥用 因为这个棋 黑棋自己是回不到啥空的 所以黑棋应该是 应该想办法就破牌棋就完了 因为黑棋这棋 自己是围不到啥的 好像是吧 不是啊 我觉得你老二八五 你是不是还真是优势啊 那倒也不一定吧 嗯 但应该好像应该 而且即便扩张好像应该从这边扩张 从这个方向来 从这个方向来 白棋就不好围了 再强行围 黑棋围的就多了 而从那边来的话 黑棋 你上面的围什么呀 在这儿是围不到的 所以黑棋应该是 即便不直接往里扔的话 应该是从这个方向走的 这里黑棋明显有点问题 之后这个点 如果反击也算不清 反正也挺乱吧估计 反击也挺乱的 反击我能打一下 哦 这样一方正也蛮乱的吧 嗯 这个点也是 白棋的点也是需要点打量的 当然可以打一个白棋算便宜了吧 只有这个靠近别的 竟然一步就全守住了 开始以为这白鞋只能是 在哪往回缩一缩什么 这一靠全尾住了 这尾的还是蛮大的 这个跳跟挡的先手是黑鞋在上面的一个最大的收获 这次蛮厉害的 这次还好像还能威胁黑鞋呢 黑鞋补了一下 白鞋补了一下 这应该就细细白鞋好一些的局面了 反正这个地方吃这个子好像没吃几亩 但也算不起哪个大了 反正吃它好像还不如就虎一个呢 这个飞好不好呢 好像未必好 白鞋这个贴首先是有价值的 看这个白鞋还没吃掉呢 如果想吃掉还得走 如果还得走的话 其实就等于花这手机也没为两不齐 后面这个档好像没有沾大吧 这是逆手两摸 四摸 这个黑鞋走的话 哎呀也差不多是吧 嗯也算是没 还跟那个肠有关系呢 这里要是我被害得不活 因为你那个肠又可以投入一两步 嗯 局部是三木齐 你那个肠可以投入一两步 嗯 是 所以这档也不晓得 后面和总体来说差不多吧 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 对后来这白鞋 这些可能不应该走 应该是 这个地方黑鞋不知道怎么说 是先冲好呢 还是 上车吃到四摸 白鞋左边这档也有价值 这街上也多了一摸 这黑鞋算不清怎么回事 这 嗯 实战应该是和这个是一样的 等于是这样 这个好不好 算不清 后来白鞋开始要打击 那早知道白鞋开始不就把那梁子舍了呢 嗯 但白鞋阶材确实不少吧 就算打好像黑鞋也未必打得过 嗯 白鞋左下有个阶材 但不能打 打完了 黑鞋有阶 嗯 一样 左下等一 一个阶没有了 嗯 左上一家有个阶 黑鞋右边有损阶 有两个损阶 右下有个损阶 不太损 右上有个损阶 就是比较损 但是左边这个接近十木戚了 左边这十木戚 应该是只要能赢 损个两三木也都行 怎么一个损阶比较损 嗯 这个时候黑鞋是不是应该坚持打击呢 这个右边这点应该是不损的 因为白鞋不敢打 挡一味着黑鞋又接了 只能斩 那这个就不愧 反而可能便宜了 是吧 没有挡吗 挡住就挡住 挡住呢 这截不就打不过了吗 我搬了吗 没有 也就是黑鞋这时候应该点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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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好的节菜 只能沾 沾的话 意味着黑鞋这个还是结 因为这个被牵手爬回来也是 先手三木 但是黑鞋现在打这个可能白鞋会沾回去了 嗯 嗯 白鞋这儿过去 黑鞋还真不一定打得过白了 这时候白鞋就没有结了 黑鞋又 哎呀 但是如果肯 如果打这个节的话 白鞋能拐呀 嗯 那白鞋右边能做出来 四五木呢 嗯 反正作为黑鞋如果不够了 应该是拼搏呀 还是结吧 嗯 但不一定能打赢 嗯 嗯 但是黑鞋也 嗯 嗯 实在不行 甚至 可能可以考虑打这个 嗯 怎么这样啊 这个得损两三木齐差不多 被我拔回去的话 你这损的还要多 那黑鞋的左边的石木也白来的 白鞋也没结了 铺 底下还有个铺 哦 确实黑鞋想赢这节很难 那黑鞋不能找这个节了 也就是 黑鞋找这个节 但那大概就这样了 你们四目的路道跟你实际上节目有什么区别 嗯 右边那个是 先手啊 先手三 后手四 关子现在已经一两部期左右 嗯 这样 不知道怎么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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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还是黑鞋小白一点 嗯 嗯 嗯 这时候呢 黑鞋已经不太够了 刚才右边这行还不止三目 有可能是四目呢 是吧 嗯 嗯 嗯 所以说黑鞋打这个节应该比吃两个字是要强的 等于应该是等于多一首棋吧 是吧 能多得到一首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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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是肯定想不到那么多了吧 嗯 黑鞋的打吃不太好 嗯 白鞋断好 还难说 但是对黑鞋 是对黑鞋打吃那个字 一个 问题的体现出来了 后来中间这一带白鞋应该便宜不少吧 这一飞一飞之类的 嗯 后来关子有点小问题双方 嗯 好 看你哪里有别的问题呢 到底把你中间打了什么这么卡 后来也没一个大问题 怎么怎么 后来怎么最后还那么悬呢 只赢你 你爸 嗯 嗯 前边感觉还是黑鞋还行吧 前面 我也没啥 不理我 感觉白鞋这个速度稍稍有点慢 感觉白鞋的小间不严厉 对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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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间了以后 你又点了间 我间了以后 叫他还有打入啊 对黑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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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白旗开始这样的话 那这么一排肯定是黑旗好 白旗如果下边已经补好的情况下 那上面这一排等于后上加厚了 等于是里和外的交换了 所以白旗要是想保持效率 那你下边就不能这么补 要不就衡 要不就脱衔吧 那就不啥也行吧 那围的效率不高 干脆不回也行吧 感觉是白旗效率稍稍有点低 而且等于你这脱退也没发挥作用了 如果走到这样 这个脱退没有反而好一些 把这脱退这四个子拿掉的话 黑旗脚是牵着漆的 那后来你往往跳了 说明右边眼尾不够吗 眼尾如果够了你就不会跳了吗 我即使眼尾够了 被你随时给照住 我还得被逼个挽回 我也受不了啊 总之这白旗矛盾 这脱退还是跳还是大飞这几个之间有些矛盾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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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黑气大黑手奖 脱退虽然强行实地 但是将来黑血就厚了 这白气效率稍稍有些问题吧 当然黑气有黑气的问题了 其他地方是白气少好些吧 看其他地方呢 今天我打一个谷 那个谷我认为有利错 但是该怎么还原我都不知道 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我自己来反不行了 我自己来摆 把谷歌词让给我 我就自己来摆就是